但是我们打开门 警报器会不断响起 AI智慧宅出自国二学生的巧思 不但可以远端遥控 掌握灯光与室温 还有防盗防灾多种功能 虽然只是个小小模型 不过化创意为实际 就是学生在城市教育课堂上的成果 我们学校这几年来 都有在推动这个东西 做这一块很好 不会都是很死的那种 石板的书之类的 因12年国教新课纲 新增了科技领域 108学年度开始 城市教育列入国高中必修课程 新北市今年4月就成立了 国中科技领域辅导团 全台首座城市教育体验中心 也在这周正式揭牌 我们就希望培育未来科技人才 尤其把AI人工智慧 还有很多大数据未来的 这都纳入我们学校的教育 而且跟学界跟像鸿基等等 这些科技厂商来合作 市长朱立伦以及 恒基创办人士阵容 都一起体验城市教育 各项设备与课程 亲眼见证学生的无限创意 也希望在更多资源的投注下 为台湾培育更多优秀的科技人才 记者文凯成 张云新美食报道 经典的科技人才能